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相信这位歌手的名字大家应该都能够猜到了 没错 他就是卡布拉周深 2月1号酷我音乐队1月25号的1月31号 一周歌曲进行了盘点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酷我音乐新耀人气榜了 通过这周榜单会发现 在这前五位当中周深有四首歌上 分别是龟处 画炫 画身古岛的金我是你的谁 原来在这份榜单之上还有实力歌手刘宇宁 而上周除了人家伦的歌曲C啊依然强劲 周深一个人竟然占了前五名的五分之四的席位 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四首歌可以说都非常的好听了 归处获得了榜单的亚军 是电影《是神令》的主题曲 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周深一贯 深色唯美的做风格 扎实强大的唱功营造出了 与影片主意紧密贴合的意境 光是听到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期待 大年初一上映的这部电影了 画卷呢是《衣裳中国》的主题曲 说实话呢 这首歌在《酷我音乐》上上霸榜很久了 这首歌曲有一种意境美 人文美 历史美 自然美 歌声随私去飘过千古走向未来 看出传统文化的博大金深 化身孤岛的金 这首歌呢你不听现场 尤其是感受不到那种美和震撼的 已经看过周深在很多舞台的现场演唱这首歌 但是每次看到全场的蓝色海洋 和一只金的画面都是满满的震撼感 而周深就给人就是那种蓝金的感觉 为了唱歌的梦想 在音乐的海洋当中不断的向深处游去 但它绝对不会身处于孤岛 因为也有众多的深迷的陪伴 第五首双马的歌曲呢是《我是你的谁》了 这首歌在七七情人节上的线 尤其是歌子 我是你的谁 我是你的谁 在你的世界理智断了线 这还用问吗 生你们的心里吧 你就是我的最爱呀 从来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天才 有的只是默默的努力和不断的突破自己 周深有多么的优秀呢 看看这份榜单当中就明白了 四首歌近前五 平时立霸榜 对于这份的榜单呢 您是怎么看呢 欢迎参与到话题互动讨论 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 评论区留言哦 吃瓜不平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